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里是由itin.com为大家提供的NodeGS系列教程 我是朱家老师大地 这一讲我们继续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ExpressMogoDB商品管理系统 上一讲我们给大家讲了这个 讲了这个商品列表图片写示 以及我们这个增加商品 增加商品的时候 我们还给大家讲了这个上传这个商品图片 上传商品图片 我们用到了这个Multiparty这么一个模块 上传完成图片增加商品成功以后 然后我们又给大家讲了这个修改我们这个数据 修改数据的时候 我们只做了写示这个修改的数据 没有把具体的修改功能完善 那这一讲的话 我们首先就把这个修改商品这个功能给它完善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有世界的话讲一下这个删除商品 那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代码 就是你点击修改 我们上一讲把它传过来 传过来以后 我们说你修改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 注意这里边 这里边你在普尔大学的表查这个ID的时候 要注意我们这里边要通过 new一个object ID 这样的话 它才能和我们数据库里边 保存的这个信息进行匹配 然后这一讲的话 那我们下边的话 我们要实现啥功能呢 就是你这里边修改商品 就是修改商品的时候 已经把这个值获取到了 获取到以后 那接下来我们要干啥呢 我们是不是要执行修改操作啊 是不是要执行修改操作 所以我们首先的话 首先执行修改操作 我们首先得改一下它这个Post的地址 其次我们得把这个enc type给它加上去啊 因为我们修改这个商品 是不是也有可能设计到这个图片上传 那仔细看 那这里边的话 首先的话我们要做啥操作呢 首先这里边 读add那就是读edit 读edit 读什么edit呢 我们要读这个product的edit 执行这个product的一个edit 就是执行 执行就是 相当于我这里边一点提交 就是你这里边一修改完成以后 我点提交 我是不是要重新再post的一个地址啊 那这时候你这个edit这个地址就没法用了啊 就是product的edit就没法用了 我们需要再重新执行个地址来执行我们这个修改图片的操作 那行 那执行这个都productedit 那我首先的话 首先的话我们需要 在这里边再接收这个数据啊 就是app.一个post 接收我们这个就是配置我们这个路由啊 然后这里边有个方生 iq is啊 首先配置这个路由啊 这就是执行修改的修改的路由啊 首先配置路由 配置完成路由以后 那你想啊 就是我们修改图片 你在这点击提交 那有可能是把你重新上传这个图片了 所以我们也要用到我这个multiparty这个插件 用到multiparty这个插件 那上面又来了对吧 你首先引入 首先安装 安装以后引入 引入以后 你在你上传的地方是把这个复制过来啊 把这个复制过来 复制过来以后 那我们继续啊 当然要注意就是你上传图片地方要加入我们这个东西 那我们刚才是不是已经加入了 那行 那接下来我们就在我们这个 哪个页面呢 就在这个do productedit里边 我们通过multiparty 这么一个模块来接收 接收我们上传的这个图片啊 那有可能你这个图片不上传 有可能也会上传啊 那行 那接下来的话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拿到这些信息 看一下啊 fails.log 以及拿到我们这个fails.log啊 fails.log 行 那仔细看一下啊 那这时候我们重新启动一下 那这样就ok了啊 这个模块又写好了 写好以后 我们这里边修改啊 你看一下 我刷新一下 或者我到一个列表啊 列表里边 我们就这个汽车美女吧 汽车美女点击修改 这个完成 我把这个汽车美女改成11 然后后边也加个1 加个1 加个1 然后点击提交 提交的时候 你看一下啊 他挖哪 他挖我们哪个地址post的数据呢 哇 这个地址是不post的数据了 post数据看一下 汽车美女11 是不是又拿过来了 拿过来以后 你仔细看 因为我们刚才修改这个数据的时候 我们并没有修改谁 是不并没有修改商品图片 没有修改商品图片的话 你要注意啊 注意 虽然我们没有重新上传 但是这里边 他这个插件啊 他还是重新给我们 把这个图片给我们上传了 上传在这里边 生成了这么个玩意儿 生成这么个地址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无效的图片 而它不是一个真实的 我们上传图片 所以你在看啊 这里边的话 它是把一个 奥格奈 这个费奥 费奥这个内蒙对吧 等于一个空 那你接下来你要考虑啊 就是我们修改数据的时候 你得怎么修改 对吧 如果你这里边 Post过来数据 你是不是直接修改 但是图片的话 你要注意 你要注意 这个图片要不要修改 如果你直接把这个地址拿到 替换我们这个图片 是不是就有问题了 那你仔细看啊 我们给大家试一下 就是你这里边 是不是已经拿到我们这个地址了 拿到地址 那同样的 我们是不是获取这个地址 获取地址的话 和刚才谁是一样的呢 是不是和我们刚才的这个增加上面是一样的 那我拿到啊 就是表带的数据和我们刚才是一样的 把这个数据拿到啊 在这 读product edit 拿到以后 那我们是不是要执行修改操作啊 执行修改操作 这是我们要修改的数据啊 执行修改操作 那你仔细看了 我们通过什么呢 是不是 DB 大写的DB .updat 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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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修改的这个 啊 就是直修改的数据库名称 那数据库也叫我们这个 呃 什么呢 也叫我们这个集合的名称 叫谁呢 我们是不是要修改 P-R-O-D-U-C-T product的这个表也叫集合 那其次 第二个参数是你修改的条件 那第三个参数是我们修改的内容 那然后第四个参数 一个方式会调判数 那你写到这以后 你要注意啊 修改的内容是不是这些好写 对吧 修改内容那就写 啊 我们说ES6解写 直接抬头啊 直接写 稍等一下啊 我们还是重新来一下 直接抬头来个price price 然后再复制 price 这个逗号不对啊 要注意逗号不对 price还有谁呢 还有我们这个费对吧 price 费 还有这个description 还有P-I-C 那你直接这样修改啊 我们现在这样修改 你看有啥问题啊 首先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啥呢 我们修改的条件不知道 那你修改的条件是啥 修改的条件 是不是你要拿到谁呢 拿到你要修改的数据 比如说你一点提交 你是不是要知道 你修改的是汽车美女 这个数据啊 那汽车美女 你怎么知道呢 那这时候我们是不是要知道 就是你刚才的话 你获取一个数据 你知道这个ID 对应的是不是就汽车美女 那你这里边提交的时候 我是不是要还要把你这个ID 给我提交过去 那这里边 我是不是就知道 你修改的条件是啥 所以这时候要注意了 那这时候我们怎么拿到 你这个ID呢 就是刚才你在这里边一刷新 这个ID没问题 你是不是就是修改的 汽车美女这个数据 当我在点击提交以后 我是不是还要把这个ID 给你传到啥呢 传到我们这个 do这个product的ID 这个页面 那传过去以后 我是不是就知道 你要修改的条件 是ID等于这个ID啊 所以这时候要注意 那我们怎么传呢 这时候你要注意 我们在这个productedit里边 我们设个隐藏的表单语 input type等于 hibd in hidden 隐藏的表单语 来放什么东西呢 来放我们这个ID啊 那么等于比如说一个 杠ID来放我们这个ID 然后value等于去呢 value就等于我们这个 等于这接块 百分号等号 list list list直接 杠ID 为啥这样写呢 因为你这里边啊 你刚才这里边编辑的时候 他是不是已经获取到 所谓的数据信息了 获取到所有数据信息 那这里边这个ID 是不是也有啊 这里边杠ID是不是也有 你看一下啊 这里边没有啊 没有这个信息 不是在这啊 其实这里边 他这杠ID也有的 这就是我们唯一的ID也有 那我这里边 我获取到 就是你编辑的时候 我首先是把这个地址 放到文本框里边 只不过这是一个隐藏的表单语 当你提交的时候 那你是不是又是个poster 那你这时候的话 是不是在后台 就能接收到 我们这里边 传过了杠ID了 接收了杠ID 等于是呢 是fills下边的杠ID 下边的零啊 这就是我们修改的条件 就是执行提交操作 要把这个ID传过来 这叫修改的条件 那我们这时候就知道了 你在这里边修改的条件时呢 修改的条件 是不是就是一个 杠ID系统的这个ID 等于谁呢 等于一个new一个db db.db.object objct db.ob object id 然后把我们这个ID放进去 这样修改条件是不是有了 修改条件有 修改内容 修改的这个内容也有啊 就修改条件有了 修改的内容也有了 那接下来 我们是不是看一下 有没有修改失败 如果不等于啊 没有修改失败 那表示是不是修改成功 修改成功以后 那我们is.redirect 啊 r-e-d-i-r-e-c-t redirect 跳出来到哪呢 跳出来到我们这个product r-p-r-o-d-o-c-t 那行 大家看一下啊 那这个有啥问题呢 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说的 虽然你这里边 按照我们的套路写好了 对吧 写好以后 但是你这里边要注意 如果我们没有修改这个图片 对吧 没有修改图片 他这里边 是不是还会给我们上出来的地址 那回头你这个地址 是不是就找不到了 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注意啊 那这里边有问题 虽然你这个数据能修改成功 但是这里边的 这个 这个pic 它是不对的啊 是不对的 对吧 不对的 那我们怎么做呢 这时候 那我们做法就是啊 你这里边这个图片 如果没有修改 就是你这个图片没有修改 我是不是不跟你更新这个图片 但是其他的数据 你都更新一下啊 其他的数据 你是不 无论修改没修改 你都或许 他都给他更新一下 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只有这个图片要注意啊 所以下面我们要判断这个图片 或者我们先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这个程序 看有啥bug啊 我们也试一下 再给你修改啊 你看我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 这个汽车美女 我后边加个11 然后这里边加个11 加个11 加个11 然后图片 你看啊 图片我是没修改 没修改 我得提交 修改成功 汽车美女 是不是11啊 但是你发现什么没了 是不是图片没了 图片没了 这个图片地址变成什么东西了 你仔细看啊 刚才的汽车美女 是这个L33这个图片 你再find一下 现在这个汽车美女 变成多了 变成这么个地址 那这么个图片 它就啥呢 它就不是一个图片啊 它是我们这个 这个模块 稍微可能有这么个bug 它生成这么个东西 对吧 所以就有问题了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处理啥 处理啥操作呢 就是要判断 你有没有上传这个图片啊 就有没有修改这个图片 你看如果这里边修改 你看汽车美女啊 如果他这里边修改这个图片 那肯定是没问题的 你看我这里边修改这个 这个笔记本电脑啊 如果我修改这个笔记本电脑 那我改成一个5吧 修改笔记本电脑 然后我改成笔记本电脑11 就是我这里边 是不是改成5了 提交 那你看笔记本电脑11 是没有问题啊 就是我这里边上传图片 它没有问题 因为你一上传 这里边这个地址 是不是有新地址 没问题 但是啥问题呢 如果你这里边不上传 你给我笔记本电脑 变成22 我不修改这个图片啊 我不修改 那你之后再看一下 图片是不是丢失了 所以这时候有问题啊 就是我如果我们 没有修改这个图片 如果我没有修改这个图片 我是不是就不更新这个地址 所以接下来怎么做呢 接下来的做法就是 我们要判断 你这里边有没有修改图片 那我们怎么判断 你有没有修改图片呢 其实这里边你仔细看啊 我打印一下这fails 你仔细看啊 我们先把这个注视点啊 先把这个注视点 先把跳转啊 我们只打印 你看一下啊 就是判断有没有修改这个图片啊 然后这里边我再刷新一下 刷新以后 仔细看一下啊 刷新以后我点击修改 随便来一个啊 就比如这个图片修改 修改 如果我这里边上传图片 你仔细看 我把这个笔记本电脑 改成这个5 如果我上传走 上传图片 你发现这个PIC里边 是不是有个 Augnet 就是5.GBG 还有个上单 还有个PaaS 对吧 这就是上传成功的 但是如果你仔细看 如果我没有上传这个图片 我再修改一下 如果这里边没上传 我改成一个 222343 这是我没上传图片吧 但是你内容是不是改了 那这时候你再提交 你这时候看一下它这个地址 它这里边 这两个数据有啥不一样 我们得对比一下 对吧 这是上传图片的一个数据 这是没有上传 你如果用PaaS来判断 你发现是没法判断 所以我们得用啥判断呢 发现这里边是不是有一个 Augnet FailName 如果Augnet FailName 如果等于这个空表示 你是不修改数据的时候 没有上传图片 没有上传图片 那我是不不修改你这个图片 如果这里边不等于空 说明你是不上传图片了 上传图片 那我是不就修改你这个图片 那行 那下面我们判断一下 就在这 仔细看 我先在这判断 就是这里边我们找到 VR一个Augnet FailName 等于谁呢 是不是等于 Fails下面的 PIC0下面的 仔细看 它和我们这个PaaS 是不是同一 所以这里边Augnet Name 那这里边我们得做操作了 就是你这个修改的数据 还不一样 如果谁呢 如果你Augnet Name 存在 存在 表示是不是你上传了 上传以后 那我这里边PaaS 是不是等于 等于谁呢 等于 等于你上传的地址 Else Else 是不是等于约地址 那约地址的话 你一种方法 你也可以把约地址 再给它PaaS过来 对吧 约地址再PaaS过来 比如说怎么做呢 我们也可以设个表单语 一种办法 我们这里边也设个表单语 就是没有修改图片 我这里边也设个表单语 叫什么呢 叫PIC Name等于 PIC 就原来的地址 再给它放进去 然后这里边等于什么呢 等于list 下面PIC 这是原来的地址 你再给它拿到 对吧 一种办法是这样做 就这里边 Else 我等于谁呢 等于你PaaS的这个PIC 就是个PIC 等于 那我上面是不是要接受一下 接受一下 这一看 接受一下 PIC 那不对啊 那这样有问题啊 就一种方式 你反正把它PaaS过来 我们是不是可以啊 然后另一种方法 那我们是打算怎么做呢 就是另一种方法 我们是这样干啊 就是你如果这里边修改了 我是不拿到你修改的这个地址 如果没修改 我要干啥呢 我是不就不修改 如果你修改 我是不给你这里边 set这个PIC 如果不修改 我是不修改 所以这里边 我们可以这样去做啊 仔细看 我这里边PIC 我还是等于这个PIC 然后下面的话 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这里边 我判断一下它这个地址 我把这个鞋展开 就是你这里边 如果有上传图片 如果有上传图片 我这里边为V2一个叫 set一个 data 等于这个东西 等于我要 我是不是修改的数据啊 如果你这里边 没有修改 这叫是不是修改了图片 修改图片是不为空啊 修改了图片 如果没有修改图片 没有修改图片啊 比较绕啊 没有修改图片 没有修改图片 那我这里边 我是不就啊 你setData的时候 我就不给你修改图片了 那这时候是不是就OK了 就是我只修改你其他信息 不修改你这个图片 那不就行吗 那接下来 我是不把这个setData放到哪 是不是放到我们这里啊 因为你是个对象 对吧 我直接放到这 是不是就OK了 就是如果啊 再仔细来一下 仔细看啊 如果这里边 修改了图片 那这时候是把图片地址 等于你新的地址 如果没有修改 没有修改 那数据库图片地址 是不是不动啊 就这么个地址 那当然你没有修改 它还会给我们生成长大 就是你如果没有修改 它这里边 是不是还在我们这个 upload目录下面 生成了这么个图片 生成了这么个图片 其实这个图片 是没有用的 所以这时候 我是不还要删除这个图片 那删除这个图片 那就这样去删除啊 就是 删除 删除生成的 生成的零食文件啊 就是你没有上出来图片 他也给你设置这个文件 所以我们要删除 那删除怎么删呢 那是不是用到我们这个fs模块 fs模块 那行 那用到fs模块 又要引入水呢 是不是引入fs模块 那就在上面 vrfs等于 requre一个fs模块 fs模块 引入fs模块 那我们通过fs.onlink 删除这个文件 一定要注意 我们删除的是文件 稍等一下 找到这个目录 就删除零食文件 就是fs.onlink 删除的文件 目录是什么呢 目录是谁呢 是不是就是我们这个 form.applauddir applauddir 加上 他下边的水呢 加上斜盖 你看我们applauddir 是没有斜盖 所以他下边的 我们要找到这个图片 那这个图片是谁 是不还是个ps啊 就是这里边表示 没有修改 没有修改 你也给我上传了 那我把你这个图片 给你干掉 然后一个function 当然这里边 你可以处理回调 也可以不处理 直接onlink 是不是就ok了 这里表示删除 我不管他删除 没删除成功 我们先试一下 看能不能删除成功 就删除图片 就这么一句话 我不处理你这个回调 删除生存零食 我讲 行 那这样我们这个程序就ok了 那再仔细看 那下边的话 我们这里边也改了 z data 每次如果你没上传图片 他修改的数据是不一样的 来运行一下 重新看一下 走一下 走一下以后 你看一下 我们刷信一下 刷一下 我再返回到列表 返回到列表以后 我点这个 点这个商品 我这边改成了 笔记本电脑 这是台式机 这叫台式机 台式机 改成台式机 我去把这个改成台式机 两千块钱 两千块钱 一个台式机 然后我点击提交 仔细看 点击提交 点击提交我们这个程序 报错了吗 看一下 是报错了 他告诉我什么 他告诉我 no such fail or directory 在这里边 没有哪个文件 没有upload upload 下边的这个玩意儿 那我知道了 那你看 我们刚才上出来图片 他这个地址 是不是直接有upload 所以我这时候 unlink的时候 你看我们就不需要 写uploaddr了 因为图片里边 他是不是有这么个地址 找不到这个地址 所以我们删除的时候 直接删除pic 搞定 来再重新来一下 再重新来一下 刷一下 刷一下 你看我们再改一下 比如说我修改什么呢 修改叫台式机 台式机 台式机 然后两千 两千块钱 然后点击提交 是不是台式机 两千块钱 那这个图片 是不是还是刚才图片 那这时候你看一下 我们看这里边 多没多图片 我先把这几个 你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九个图片 九个图片 那我们再改一下 再改一下 就多改几次 你看对不对 说明我们刚才那个 就是你这里边 没修改这个图片 说明我们数据库图片 是没修改 是不是已经OK了 包括我们这里边 没修改的话 它系统会给我们 生成一张图片 它这个时候 是不是也没生成 因为生成以后 我们是不是又把这个 生成的零食图片 给它删掉了 行 那这样基本就OK了 OK以后 那接下来我们再测一下 比如说这里边 我再修改 你看点击iPhone8 iPhone8 来 来个这个图片 二这个图片 走 iPhone8 然后再来一个 叫什么呢 叫这个 这叫联想 联想 或者叫 联想 联想想笔记本 联想笔记本 然后四千块钱 提交 是不是也是OK的 然后再修改 再修改 那肯定也是OK的 对吧 也是OK 一一点击提交 是吧 它改成一一了 那同理你看 我在改这个联想笔记本 或iPhone8 我改成iPhone9 iPhone9 我这时候 这个图片是没动 iPhone9 一万块钱 没动 没动的话 我点击提交 是不是还是OK的 iPhone9 是不是改过来了 那同理你看 我这是我不改文字 我只改这个图片 你看iPhone9的图片 我改成这个 改成3 03 走 是不是图片变了 那是不是都可以的 再改成1 它也是可以 iPhone9 还是iPhone9 行 那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修改操作就完成了 修改操作就完成了 就这里边还是要注意 就是我们修改的时候 你要注意 注意啥呢 注意他有没有修改这个图片 这个你得判断一下 如果有修改图片 你给他修改一下 如果没有修改 你就没有修改 没有修改的时候 他还会在这边生成一个这么个 这么个东西 对吧 你还要把它给删掉 还有删掉 就通过我们fs模块 onlink来删除我们这个文件 先是这样 修改就完成了 修改完成以后 那还剩最后一个叫什么呢 delete delete是不是就简单了 自己看 delete你进去删除 是不是直接删除 破了大概的delete 那我跳转到product product product delete 对吧 删除 那删除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传入 你删除哪个商品 所以我们一样的 就在你这里边 在你这里边 删除这个商品的时候 我是不是把你这个ID 给传过去 ID传过去 ID传过去 传过去以后 那这时候的话 那这时候的话 我们是不是在 删除商品这个页面 删除商品这个页面 这里哪里错了吗 看一下 好像没错 有好像 看一下它哪里错了 删除商品呢 就是问号 ID等于谁呢 等于把我们这个东西拿过来 这时候没错了 把这个ID字拿过来 拿过来以后 你在删除商品的时候 这里边是不是获取ID 获取 获取ID 获取商品ID 就是威尔一个ID 等于谁呢 等于等于我们 IQ 0 Q Y Core ID 是不是这样的传值 会去ID以后 那我们调用db1.2 db是不是有个 delete 我们封装了 叫什么来着 D-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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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封装 delete 外这个方法 delete 外里边 你看一下 这边有哪些参数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个 db库 有没有封装 delete 忘记了 看一下 有没有封装 delete 增加修改删除 叫delete 外 delete 有正宫方法 那这时候我们 db.dele 传入个什么东西呢 首先传入个集合名称 是吧 PRO DO CT PRO 那其次删除的条件 是啥 删除的条件 是吧 ID 等于你传过来 这个ID 等于6一个 db.谁呢 点什么呢 object ID 然后把我们这个ID 传进去 然后第三个 回家函数 Function Function 如果失败 如果 ER 那就表示失败了 如果不等于ER 就是不等于ER 表示 是不是删除成功了 就没有错误 是不是删除成功了 删除给我 RES S.R E 跳转到我们这个 PRODOC的页面 PRODOCT 行 跳转到PRODOC的页面 搞定 对吧 下面把这个注视掉 那这样删除就搞定了 这叫删除商品 删除商品 那我们看对不对 来重新运行一下 看对不对 仔细看了 就是你提交的话 它首先把ID传过来 传过来以后 我们在这个页面 获取这个ID 获取ID以后 去数据库 去数据库 删除这个数据 那这时候我们预行一下 仔细看 我们刷一下 刷一下这条数据 比如说这个笔记本电脑222 这个数据有问题 我要把它删掉 删掉我点击删除 DB on the file 是因为我们这里边写错了 这里边叫大写的DB 大写的DB 那这时候再来一下 再重新来一下 刷一下 你看我要重启 重新来一下重启 重启 然后我再刷一下 刷一下 我点击这个笔记本电脑222 仔细看 400002的一个数据 我点击删除 是不是删掉了 汽车美女你再看看 删除 是不是删掉了 非常快的 因为它已经跳过去 它删除以后 是不是立即返回了 那我们 这时候看一下 我再新增个商品 比如说我们新增 这叫测试商品 测试商品 测试商品 然后我点击这个水呢 我们看对不对 点击图片 然后我点击这个 三这个图片 然后这里边价格10块钱 然后油费10块钱 写个测试商品 然后点击提交 行 测试商品 是不是有了 有了以后 我点击修改 我们把这个美女修改一下 修改的时候 我测试商品一一 我先不修改这个图片 点提交 是不是测试商品一一 没问题 那这时候 你看一下 我这时候 我再改一下这个图片 比如说我改成五这个图片 然后我再点击提交 那是不是测试商品 图片也改过来了 没问题 没问题以后 修改没问题 那我们增加也没问题 点击删除 是不是删掉了 测试商品一一 是不是删掉了 当然回头大家删的时候 你用alert 谈框框 告诉他是否删除 对吧 如果他点击试 你是不是在删 行 那我们这个增加 修改删除 写试就搞定了 这就是我们的后台 管理系统的一个增删改查 那现在讲的话 我们再对这个进行个优化 你发现啥问题呢 我们现在写了一个模块 写了一个模块 你有什么get 有什么login 有什么portage 那如果我们现在 有100个模块 那你这个代码是不是乱七八糟的 所以下一讲的话 我们还要对我们这个路由 进行个封装 把我们这个路由 写的更漂亮一些 让我们这个模块 更清晰一些 行 那这一讲 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继续表现一下